大家好 接下来我会讲解课程 相关的设施 和一些有关学术的资讯 首先讲课程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家英文中学 除了中文、中史、普通话 生活与社会和宗教之外 所有科目都是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 而中文科是用广东话教授 初中的课程 除了基本的学科之外 我们特别加多一些和生活相关的元素 例如生活与社会 中三的时候 我们特别加入一科 Personal Finance Education 教同学如何理财 这些都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 另外无论男女同学 在中一中二的时候 都是要收读家政科 今年我们有一个全新装修的家政室 同学可以在这里学到一些 基本的烹饪技巧 很多时候看到同学 把一些亲手攀调的食物和老师分享 都明白他们是很享受这一科的 我们都很尊重STEM的发展 初中的电脑科和设计与工艺科的课程 是互相配合的 同学在电脑堂学习什么编程 在D&T堂就运用在设计上面 我们学校的STEM room 叫做TSK Innerhawk 兆兼创意方 我们希望同学可以发挥创意 学义自用 每年我们都有同学 参加不同类型的STEM比赛 也都得到不少奖项 我们推行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 已经好几年了 我们鼓励中一的同学 购买iPad 学校也都预备了一定数量的iPad 去给图学借用 无求达至一人一机的效果 上课的时候 老师会利用一些应用程式 去增加课堂的互动性 也都令到同学有更多协作的机会 至于我们的高中课程 同学在中四的时候 是要选择两个或者三个的选修科 去应付文童史 我们总共有三十几个科目的组合 大部分的同学都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学科 关于班级制度方面 我们中一至中六 每一级都有四班 在初中的阶段 我们会将学习能力比较好的同学 是放在一班 其余三班 能力都是相弱的 各别班的主科会分早上堂 方便老师更加有效地照顾同学 初中的三年 每年都会根据上年的成绩 去重新分班 高中因为有选科 就不会沿用这样的机制 至于考评制度方面 我们全年有两次考试 和一次的中期测验 佔全年总成绩的80% 其余20% 我们是会评估同学的平日表现的 平日表现 除了看同学的功课 测验默书的成绩之外 我们还会要求同学做各种的专题研习 有些还是跨学科的 我们希望同学可以运用他们学到的知识 和学会如何互相合作 我们都相当注重阅读的 中研文科都会要求同学交读书报告 网上阅读的 另外我们有一个相当宽淌的图书馆 同学可以静静地享受阅读的乐趣 我们还会举办阅读分享会 小型书展 还有标书活动 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公开考试的成绩 我们各网民朋友的成绩都相当不错 大部分科目 拿到四级或以上的百分比 都是比全港高的 今年透过大学联招 入读大学学位课程的同学有66% 当中接近四成的同学 都是入读HKU、CU或科大 除了课堂上的学习之外 不同的学科都会举办各类型的学术活动 例如英文科 我们有一间English Room 同学可以在五线的时间 进去玩游戏 跟我们的外籍老师 外籍的交流生 或者高年级的同学去用英语交谈 我们每年都会举办English Carnival 同学可以参与各式各样 以英语为主题的摊位游戏 另外还有串字比赛 及口令比赛等等 中文科每年都会举办中文节 活动都相当多元化 包括有辉春书法比赛 李士峰赫连挂式设计比赛 电影欣赏 尝试问答比赛等等 数学科都有Math Day 同学可以参与一些 数学的摊位游戏 另外还有棋盘游戏 数读比赛 数学游钟等等 除了这些之外 其他学会也会举办各类型的活动 我们希望同学可以走出课室 丰富他们的学习经历 总括来说 我们希望同学可以透过学习 实践应用和多元化的学习活动 来建构整改TSK的学习经历 同时希望同学能享有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